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就位於廣州的江宴南路 寶利百合花園的對面 有兩位朋友就住在這個花園 今天我們就過來位於寶利百合花園對面的原汁原味 食性價比超高的傳統羊肉煲 原味木瓜青湯羊肉 綠子紅蚊羊 還有紅蚊醬香羊肉 就是這間店的羊肉三大招牌 羊肉煲周圍都有 但作為真正的老廣州 最喜歡吃的味道 始終都是喜歡傳統的味道 用和廣草談過的羊肉 再加上陳皮老薑 廣東的三寶加起來 這樣的羊肉才是真正老廣傳統的味道 用和廣草談過的羊有一種獨特的香味 店家的羊肉在送過來之前 就已經經過了和廣草的談製 經過了一段沉寂之後 現在和朋友出來最差的次數就越來越多了 醃料就是調製過的腐乳和焦圈豉油 這一鍋就是木瓜青湯羊肉 一斤羊肉就是78元 湯底是用豬筒骨熬的豬骨湯底 再加入鮮甜的木瓜和粟米 和談過的羊肉一起來煮 羊肉有沒有用和廣草談過 味道的差別真的很大 用和廣草談過的羊肉皮會收縮緊緻 這個味道才是我們傳統的味道 好像我介紹過的羊肉煲 都是用和廣草談過的 沒辦法一般朋友都是老廣州 這個味道才是我們最喜歡的傳統味道 栗子燜羊肉78元一例 栗子不僅僅燜雞好吃 原來用來燜羊肉一樣都是這麼好吃的 一鍋裡栗子的份量認真不少 每一粒都有粉有入味 和剛才的清湯羊尼比又是另一種風味 加入了新會靚陣皮和老薑的紅燒羊肉 上桌前用自製的醬爆過 紅燒羊肉的色澤非常有趣 配菜渣腐竹18元一份 待一會就放在清湯羊和紅燒羊的鍋裡去滾 等腐竹入味的時候再吃 很好吃的 雜菜18元一份 藤蒿和羊肉煲就最搭了 藤蒿是我們大家的自愛 每次來到軟汁原味都必點的台山黃鮮飯 這裡的黃鮮飯每次過來吃都不會令人失望 我們10個人叫了一大煲的88元一煲 吃黃鮮飯親衣服才是它最好吃的時候 一人兩碗絕對不是問題 這一大煲的黃鮮飯一上來就被我們分曬了 即時又落到一煲中煲的黃鮮飯 廣州人的情懷 吃羊肉煲又怎能少得到華蜂衣麵呢 吃華蜂露露通的嘛 清湯羊裡面的豬骨湯 混合了木瓜、熟米、紅蘿蔔、竹蔗、馬蹄的甜 吃羊肉的同事記得一定要喝一碗他們的湯 和和黃鮮草談過的羊肉的味道結合 這碗湯令人回味無窮 先放些藤荷 這個湯底無論是用來綠菜綠麵 怎樣煮都好吃 黃鮮飯的番椒記得一定要吃 番椒才是整碗黃鮮飯的精華 紅燜羊排先加少許湯 燜至收汁 稍微收汁後的紅燜羊排 味道會更濃郁 吃到差不多的時候 再加少許湯一起來綠麵綠菜 看這裡的紅燒羊肉的色澤多漂亮 入口醬香濃郁 再加上和港草獨有的香味 全湯的味道令人肉霸不能 繼續一個中煲 另一鍋中煲的黃鮮飯又上來了 六十八元一個中煲 只要過來這裡吃飯的食客 黃鮮飯是每桌必點 我們點了三斤的紅燜羊腩 吃到剩下的底下加入少許湯 然後就綠我們的華蜂衣麵和炸腐竹 吃羊肉煲的時候又綠華蜂衣麵 對於廣州人來說 這樣才是完美 綠麵的時候記得千萬不要綠得太軟 爽爽的時候才是華蜂衣麵最好吃的時候 太軟的話就不好吃了 你們看下華蜂衣麵多受歡迎 今天羊肉的三種不同的做法 每一種的做法都各有千秋 我們十個人今天的這餐羊肉大餐 一共消費958元 人均100元都不用 可以說性價比是相當高 老廣州喜歡的羊肉傳統味道 你們又喜不喜歡這種味道呢? 今天的視頻完汁完美食傳統羊肉煲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喜歡分享我在廣州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